大家好,我是曹宝平 最精彩的电影解释就在电影鲍博士 希望大家走进影院 支持我的新片《狗十三》 谢谢 大家好,我是鲍博士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聊 由焦华镜编剧《曹宝平》指导 12月7日上映的电影《狗十三》 《狗十三》诞生于2013年 它入围了2014年的柏林电影节 并获得了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但后来一直没能在国内院线上映 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五年 首先要说这是一部非常真诚的作品 编剧《焦华镜》是曹宝平的学生 《狗十三》是他的毕业作品 影片运用白描写实的手法 通过少女礼丸丢狗、寻狗、被迫换狗 再到狗被送走的故事 以一个13岁女生的视角 反映了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弊端 父权对于个体的压抑 以及如何正确对待动物等社会问题 让人共情和深思 从形式上来说 《狗十三》采用了曹宝平一贯的现实主义叙事风格 将一个简单的故事娓娓道来 并让感动和思考逐渐渗入观众的内心 从内容上来说 影片主要探讨了中国传统家庭教育观念 对个性的压迫 这一庞大而深刻的社会议题 主角李丸经历了一个 从天真到现实的成长过程 这个过程充满了对个性的泯面 也充斥着成人世界的肮脏 最后李丸长大了 但这种成长却令人晚叹和唏嘘 因为这并非源于他的本性 而是为了向家人妥协和融入社会 所做出的唯心选择 代表了一种驯服和自我阉割 而中国传统家庭教育 正是通过懂事 听话 我为你好 等冠冕堂皇的词汇 一步步学凭孩子的棱角 将其塑造成一个个 按部就班的傀儡和机器 一个个失去纯真灵魂的行尸走肉 在这种教育思想下 个体所展示出来的 率真 个性 叛逆 甚至反抗 都会被观影 不听话 不懂事 等帽子 被以父权为代表的专制教育 逐步消磨瓦解 甚至残酷镇压 在影片中 父亲对李丸志愿的粗暴干涉 对执意找回真正爱因斯坦的 李丸的暴力侵害 乃至酒桌上劝李丸喝酒等做法 都是这种传统教育的产物 更可怕的是 由于在这种文化中 近年已久 国人似乎已经失去了 正确表达亲情的能力 将这种对幼小个体的压迫 当成了一种父爱或母爱的方式 而受害者则往往处于 被认同的需求和对暴力的恐惧 选择了对压迫顺从 最终将这种教育观念延续 完成了由受害者到施暴者的身份转换 这种家庭教育 正是在这样的延续之中 经历着一代又一代的轮回 李丸的爷爷奶奶 父亲后妈 无疑也是这种教育观念的受害者 可以想见影片结尾 儿子在流饼场被安排的遭遇 正是父亲小时候经历的灾线 应当说 在狗十三中 没有绝对的好人坏人 每个人都过得不容易 家人用自己觉得合适的方式 表达对孩子的爱 孩子也在用自己认为的正确 反馈着家人 每个人都是封建家长教育的牺牲者 这是一出传承的悲剧 对于我们来说 数点忘足 当然不可去 但如何在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 取其糟粕 如何在教育中的严厉和溺爱之间 找到平衡 又如何去精心呵护 每一个干净的灵魂 值得每个国人去深思 在表演方面 父亲的扮演者 果敬林令人惊喜 他很好地诠释了一个 典型中国式父亲的霸道 蛮横 与女儿相处的无奈 不得其法 以及人到中年后的事故 虚伪与无力 为观众演绎了一个 复杂真实同时又爱恨交加的 中国父亲形象 而张雪莹饰演的李丸 黄世佳饰演的表姐 志怡同所饰演的爷爷等角色 同样自然 真实 可圈可点 虽然本片依然是导演擅长的小人物视角 但以狗为中心的情节设置却略显平淡 当然也可以说是一件小事所引发的惨案 从一件件的小事中 编剧导演为我们层层揭示了每个人的内心世界 正是这种温水煮青蛙的叠加力量 让我们跟随角色的内心一步步地陷入到感动当中 但这种情节设置在剧作层面缺乏能够提炼的典型性 如果不是曹宝平现实主义风格的电影语言加持 整部影片很容易便会落入平庸电视剧的可救 不过作为一部毕业作品 这样的表现仍然是出色 此外 狗十三的某些细节处理也略为刻意 譬如李丸被迫吃狗肉的戏份 尽管编导是想表达李丸对于伪善成人世界的最终妥协 但他此前的心理变化和铺垫却又有所不足 让人一时无法接受 打开方式 在狗十三中 曹宝平运用自己擅长的现实主义风格 将目光聚焦中国传统家庭教育 向观众展示了孩子成长的心酸与无奈 并在残酷的成人过程中最终失去了自我 就像曹宝平所说的那样 在中国 家庭伦理和权威的状态始终被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我们不是不爱 而是爱传达的方式不对 就有了伤害 我们需要的是去反复回看 去反思 而不是麻木 而这也正是狗十三真正的意义 此外 影片还旗帜鲜明的反对虐待动物 对于这一点我们更要狠狠的点赞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爆首映 微信微博搜索关注 电影爆博士和我一起做紧急的影迷 我们下期再见